数字人格它从最简单的用途 很可能就可以成为我们生活里的很多助手 比如说呢 它跟我自己的思考方法是一致的 然后它跟我的这些偏好是一致的 跟我做决定的这个想法是一致的 那我就可以把很多像日常研究工作中 像数据处理呀 还有这个去文献整理呀 还有等等很多这些工作就交给它办 因为我会知道说这个数字大脑它做完了 就像我自己做了是一样的 或者呢 把很多我不愿意去进行的这些 在网上与各种各样的人去进行对话呀等等 也许就可以让它去对话 因为呢 我会知道它和别人对话 就和我自己和别人对话的思考方式是一致的 还有像刚才我讲到的 可能把我常规的这些购物呀 出行啊 这样的一些计划都让它去做了 因为我知道它的偏好和我是一致的 它也有我所有的这些购物信息的记忆呀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些basic的层面 就是说这个数字大脑它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成为自己的提升 让自己一个人分成六个人去去干不同的事情 所以就可以更加高效了 那从另外的一个更深远的角度 数字大脑其实它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一个人 就是代替自我生命延续下去的一种 一种可能性 因为一个人总会这个肉体会衰竭 早晚会死 如果呢 把这个数字大脑给它进行了这个扫描生成 然后后面还在跟自己不断的进行校准 那这个数字大脑就代表了自己的一种精神性生命 它也许就可以在数字世界里面存活非常非常多年 它就是一种自己整个生命体的一种延续吧 但是呢 这些其实都只是我们目前现阶段的一个畅想 对未来的畅想 未来至于技术真发展到那一天会怎么样 那我估计会有很多 超越于我们今天想象的一些新的可能性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